浪杰舞邀请名单被爆出,西梦瑶拒绝五次,蔡依林被溜,还邀请了朴彩英。 2020年,芒果绝不走寻常路,并且网友建议,总冠名商微商品牌可开播后的火爆场面。 2020年,素人团选综艺依旧如火如图石,很多网友都建议芒果这个选秀鼻祖尽快入局。 但是,芒果反其道横之,独创一出成名艺人团选综艺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,让巨星们在唱跳较量中决胜负。 这一独创的创意让娱乐圈掀起了巨浪,回首浪姐出筹备时的不被看好。 即便当时的最大金主只是一个不知名的微商品牌,但首播即是热度与口碑的双重大爆款,最终成为了芒果的又一个国民级IP。 如今,经过四季的发展,浪姐不仅稳坐芒果夏季档头把交椅,还成为整个内娱综艺市场的焦点。 尽管每一季都备受质疑,无论是阵容还是编曲,但芒果台从未轻言放弃,因为浪姐背后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。 时至2024年,浪姐5的筹备工作正如火如荼,阵容传闻再度横扫网络,离录制时间还有一个多月,按照往年的惯例,最终名单将于2月初左右曝光。 因此,目前曝光的姐姐名单基本上可以视为最终阵容的一部分,尽管浪姐官微还未有动静,但节目组似乎已开始预热,相关话题近日频繁登上热搜,西梦瑶,上文节。 蔡依林和baby成为了关键词,在《爱的休学旅行》最新一期节目中,西梦瑶自爆身体非常僵硬,根本跳不了舞,甚至和老公和尤军出去玩,也只会一直重复一个动作。 值得一提的是,西梦瑶提到,由于对自己有充分的认知,已经连续拒绝了5次浪姐,《言外之意》是正在筹备的第5季也曾邀请过她。 浪姐节目组看重的不仅仅是西梦瑶的话题度,毕竟她加入豪门的事情一直备受关注,即便她并非成团的热门人选,但对节目整体阵容仍然具有加持效应。 从这一点来看,网传浪姐舞有意邀请郭碧婷加盟的可信度较高,因为她和西梦瑶一样都是豪门儿媳,而且身为演员的郭碧婷有着《小时代》等代表作品,巅峰时期更是被公认为白月光,相较于西梦瑶自爆已经婉拒浪姐舞,另一位尚文杰最近也发生了,尽管她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,在近日的一场直播中,粉丝在线问及尚文杰是否参与浪姐舞,她回答说,我也不知道,就像你们问我2024年有什么活动一样, 我也不知道,并不是不告诉你们,是真的不知道,尚文杰的回应显得十分随意,表面上并未透露太多信息,然而,从她的态度来看,尚文杰并不排斥加盟浪姐舞,只是目前还不能确定是否会被邀请,否则,她的回应可能会包含一些类似于自己不适合参与等理由,自浪姐开播以来,每一季都有超女、快女等阵营的出现,如张韩韵、李斯丹妮、周笔畅、谭维、刘希君等, 尚文杰作为2006年快女的冠军,很有可能早在节目组你要阵容中,然而,她现在是经纪公司的老板,加入节目还需看双方的协调时机,关于蔡依林已经签约浪姐舞的消息,起初是传言她要加盟芒果跨年晚会,之后又传承了她要上歌手2024,现在又成了浪姐舞的瓜, 对此,大多数粉丝和路人网友都持怀疑态度,并非因为浪姐低级,而是因为蔡依林完全没有必要参加这类节目,选择加入浪姐的理由有很多,包括提高国民度、翻红、实现唱跳梦想或纯粹为了娱乐等,但这些理由似乎并不适用于蔡依林,近日同样与浪姐舞挂钩的, 还有曾经的顶流女星杨颖,网传她的软风沙期限只有三个月,到妻解封后会凭借浪姐舞付出,但在此之前不会接其他工作,双方目前都做好了准备,爆料内容同样有鼻子有眼,但其实完全经不起推敲,首先,杨颖的软风期限或许真的只有三个月,但即便如此,芒果也不敢邀请这样一位口碑大爹的艺人,如今的芒果太过谨慎,以至于纳英这样一位天后甚至都没有再生生不息嘉年华。 钟露莲哪怕一秒,其次,黄晓明凭借浪姐已经摆脱了油腻的称号,她现在已经是这个系列的标签之一,不出意外的话还会继续合作,然而,她和前期杨颖同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,另一个要提及的是刘美涵,她曾因扮演巴拉拉小魔仙的闫莉莉而为观众所熟知,值得注意的是,刘美涵曾发文表示她曾努力争取过浪姐的舞台,但遗憾地落选,当时,刘美涵的发文引起了热议,网友们都替她感到不平, 认为以她的实力完全有资格参加节目,如今,若是网传的名单为真,刘美涵算是如愿以偿,这边是刘美涵无奈落选,曾有过渴望而未能如愿,那边,七微是受腰蛋拒绝了。 在上一季浪姐中,节目组曾邀请七微,她原本答应了,但后来发现怀上了二胎,因此未能参与,七微曾多次在节目中提到接到过浪姐节目组的邀请,但她曾为自己是歌手而非唱跳艺人感到纠结,担心能否胜任,出道18年的七微,一开始以歌手身份出道,以如果爱忘了等音乐代表作走红。 在《我行我秀》中展露过出色的音乐才华后,由于精致的五官逐渐转型成为演员,她和李承炫在批歌上的舞台表现备受赞誉,因此,她参与浪姐舞应该是深思熟虑,准备好成风破浪,此外,名单中还有张小斐,自从通过哈哈李幻英走红后,她的后续资源不错,不久前,她主演的《好事成双》收视飙升,她的作品备受瞩目。 若张小斐真的参加浪姐舞,对她来说无疑是一次突破,也令人十分期待,三十而已让童谣知名度大增,赢得了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,之后,她参演了《新居》、《小日子》等剧,如今,她被爆谣参加浪姐舞,或许是为了全面发展影视综艺事业,除了张小斐和童谣等现在备受瞩目的女星,还有童年女神薛佳宁,曾在《粉红女郎》中深入人心,多年后,她再次登上舞台,势必引起一阵回忆沙,徐璐同样因见, 而备受观众喜爱,她在《甄嬛传》中饰演的《甄玉扰》深入人心,尽管后来参演的电视剧影响力不大,但参加浪姐舞可能为她的事业带来一些助力,此外,《爱情公寓》中,陈美佳的扮演者李金明也是你邀人选之一,《爱情公寓》5播完后,李金明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拍戏,而她转向带货,若她参加浪姐舞,将对她的演艺事业产生重要影响,可能会重新获得导演们的关注,有机会再度涉足影视剧领域, 这次曝光的名单中,港台明星也占有一席之地,比如文永山,今年,她通过消失的她,取得了不小的人气,因此,收到《浪姐舞》的邀约并非不可能,还有杨倩瑶,她的曾用名是杨仪,主演过《大唐双龙传》,《宫心记》等剧,深受观众喜爱,期待她能够在《浪姐舞》中乘风破浪,《小龙女》,李若彤也在你邀的名单之中,若是她能够参加, 情怀将直接拉满,或许天龙八部,《神雕侠侣》将再次成为热搜话题,引起人们对这些经典作品的回忆和重温,《宏心》有段时间未与观众见面,她与张丹峰的感情纠葛多次登上热搜,因此被一些网友戏称为恋爱脑,如今,她的名字出现在《浪姐舞》的名单中,看来她有意重新专注于事业,关于林依晨,她给观众留下了太多回忆, 从恶作剧之吻的《袁湘琴》到《我可能不会爱你的程又青》,被誉为偶像剧女王,不知道她参加《浪姐舞》会带给观众怎样的惊喜呢? 另外,在《外国明星》中,作为Blackpink成员之一的朴彩英被传将参加节目,然而由于她是韩国人,一些网友认为受到宪韩令影响,可能性不大,不过,美籍韩裔正秀妍曾参加过《浪姐3》,所以一切都有可能,来自新加坡的范文芳曾出演过《神雕侠侣》、《聊斋奇女子》等作品, 给许多70,80后留下深刻印象,她加入《浪姐舞》将为节目增色不少,往大陆的女友蔡卓仪来自马来西亚,她曾参加《青春有你2》且具有丰富的选秀经验,既能歌唱又能跳舞,她在《浪姐舞》的舞台上应该能够表现得相当出色,除此之外,还有来自泰国的乌拉萨亚,斯帕邦德,菲律宾歌手KZ,谭定安,英国歌手JesseJ,日本的杜边麻友等,都在你邀的名单之中,从网传的名单来看, 《浪姐舞》的阵容还挺强大的,专业歌手和实力演员都包含在内,可以说是非常令人期待了评论区意见不一,尽管《浪姐舞》近日预热动作频频,但大多都是捕风捉影的信息,目前还没有哪位艺人被爆料,递定会加盟,准确名单应该得等到三月底。 当然了,目前没准确消息,不代表芒果的邀约工作止步不前,毕竟每年节目组都要面试上百位艺人,即便请不到目标人物,退而求其次还是没问题的。 相信芒果最终依然会拿出一套令观众满意的阵容。